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 这堂课我继续讲形容词的重复 我们对比一下 看看怎么重复两个字的形容词做表语 每天放学回家 他都很高兴 每天放学回家 他都高高兴兴的 老王说话的时候 总是很客气 老王说话的时候 总是客客气气的 我一穿上睡衣 就觉得很舒服 我一穿上睡衣 就觉得舒舒服服的 你一定看到了重复形容词时 已经强调了 就不再用狠字了 但是要用得字 还请注意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这样重复使用 尤其是从动词 尤其是从动词演化的形容词 比如 伤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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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望 好 最后 我再用正常语素 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 每天放学回家 他都很高兴 每天放学回家 他都高高兴兴的 老王说话的时候 总是很客气 老王说话的时候 总是客客气气的 我一穿上睡衣 就觉得很舒服 我一穿上睡衣 就觉得舒舒服服的 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 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. Li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